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先看这几句 表达这种新性的情形都很难正面给出一个定义 所以常常用一种否定性的语句来表达 非酌非清 酌就是有的意思 具足一切法 就叫有 这个新性当中是非有 那为什么叫非有呢 非有非酌就是不染一尘的意思 这个自性 离开一切法的差别之相 所以非酌 说它是有 主要是从假地俗地的层面 从缘起法的角度 说新性是有 但有的当下 它不受一尘 不受一尘就是它是真地 所以既然是不利一尘 它就是非有 非有就没有酌 何酌之有 这里就用这样的表达形式 既不能说新性是有 也不能说它是无 说有呢 它不受一尘 就叫非有 非酌 但你也不能说它是无 即是非清 就是你不能执着认为它是无 为什么呢 云无 则不舍一法 无就是空 不利一尘才叫空 但是我们自信具足一切功德 具足大智慧光明辩照法界 具足一切法 它不是断空 不是完空 所以你不能说它是空 空则不舍一法 就是这个意思 正因为我们自信具足一切法 这叫如来藏 所以不舍一法 这叫非空 我们再来看无备者 纵之则无所从去这句话 无备就是没有备离 设这个地方到另外一个地方去 就叫备 如果有这种情况才能说有备 但实际上 想放纵心性出去 事无所从去 没有一个去来的东西 因为一切法一切空间 一切世界都是在我们自信里面 没有说从这里到那里 有一个主客体空间的东西 在现象上有从南到北 但是在自信的本体方面没有东南西北 所以佛才说西方净土就在当处 跟弥陀佛去此不远 等正到了念佛三昧 不理魁步 当下地面就涌出四色的莲花 不出庭院就有七重形树围绕 你想纵想背 想去什么地方 到哪儿去啊 当下就是啊 所以就叫无背 无相就是我们的心性非从远处来 无处可迎 如果你真有赢的话 它就有一个地方可以来 才可以叫做相 但实际上 它是无形无助啊 就是如来者 无所从来 一无所去 顾名如来 最后就是说 我们自信的那种灵觉光明和湛然寂静的心体 没有来去 没有背向 不可以用空有向背去求 标举这个轻卓向背 实际上也就包含着其他的善和恶 圣和凡有和无 圣和灭 增和简 一和一呀 在这样一个对待的法里面 去求灵明战机的心体 也是不可得的 比如善恶 凡胜 孟子讲信善论 但你看又须尊者传灯就写了个信恶论 讲信善信恶 你都不能说他错 孟子是从事造的这一边来说信善 那天台祖是从礼句的这一边来说有信的 这两者他都能够成立的 但是在战绩的心体当中 是离开了善恶的 善不能成立 恶就没有他存在的余地 这就是宗门祖师的阔然无圣 梁武帝总觉得有圣凡 达摩祖师则阔然无圣 截断你圣凡的对待之心 所以这些善恶圣凡有无 生液增减一亿 都是我们凡复分别出来的 凡复分别出来的这些言说 都是名向上的假例 是妄念所示射出来的 没有实际的东西 本质上是不可得的 以上是谈这个问题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儿了 非常感谢您的收看 还没有订阅的朋友 记得一定要订阅 我们下期不见不散